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明显 有很大的错误 错误在哪 第一 他违背了大清律 就按照大清律 应该是展监后 那么他搞了一个什么呢 是展立决 马上就处死了 违背了大清律 那么而且 也违反了中外之间的条约 因为按照不平等的虎门条约 就说外国人有领事裁判权 他是这样规定的 说如果中国的人和英国人 发生了矛盾冲突 是吧 英国人怎么治罪 是由英国的领事 按照英国的法律来处理 是吧 那么中国人呢 则是由中国的官吏 治以中国之法 那么所谓治以中国之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于中国这些老百姓 怎么样治罪 是吧 怎么样惩处 这个量刑的标准 法律的实施 完全应该由清政府的官员 按照清政府的这个法律来执行 但是齐英 是吧 也违反了 那么这个虎门条约的一些规定 那么由此可见 这个时候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的时候 很明显带有很大种妥协性 那么这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子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讲 说你讲的这个例子 不具备这种典型性 为什么呢 说这清政府本来就是 残民一成 是吧 他们视老百姓这个生命 为草芥 是吧 不惜呢 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是吧 来讨好外国人 说你讲这个不具备典型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就是在1842年到1843年 围绕着怎么样的惩罚 台湾道员姚盈 和台湾总兵大红阿 围绕着这个事情 展开了一场争论 那么就把清政府官员 对外妥协的这种色彩 就表露无疑了 那么这个姚盈和大红阿 这个案子呢 是这样 那么在亚非战争当中 台湾道台姚盈 和台湾的总兵达红阿 就是领导的台湾军民 抵抗英军 那么多次打败了英军 对台湾的进攻 那么鸭血战争结束之后 英国方面呢 就指控提出来 说这个姚盈和达红阿 在第一次鸭血战争当中 并没有真的 从英国军队作战 说姚盈和达红阿呢 杀了很多英国人 那么这些英国人呢 是英国的商民 商船 他们遇到了飓风 漂流到台湾 是吧 那么姚盈和达红阿呢 是杀了他们的商民 因此他们就要求 亲政府对姚盈和达红阿 治一个什么罪呢 叫做妄杀之罪 他不是军队 不是这个士兵 你把他杀了 是吧 要治罪 那么按照姚盈和达红阿的 这个上奏 他们说什么呢 说这个英国人 是吧 到台湾去 说那个时候啊 并没有发生风暴 说这英国的船 而且向台湾的 倒的几个炮台 开炮了 打了两炮 把清军的兵防给打坏了 说然后清军才放炮还击 是英军的首先挑 挑衅在前 然后清军的才进行还击 他说后来 是吧 那么抓获的英国人 那么起获了 在英国的船里边 起获了一些什么呢 一些炮械武器 好意 旗帜 说这些好意和旗帜呢 都是浙江省清军营里的 是清军的一些炮戒旗帜 因此他据此认为 说他们所抓的英国人 所杀的这些英国人 并不是英国的商民 而是英国的士兵 那么这按照摇影大空 是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当时清政府 他们认为 说当时呢 中英两国是处在一种战争的状态 是吧 那么在战争当中 是明熙暗宫 是吧 这个是事所必然 说打仗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进行偷袭 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他说况且当时呢 中英两国是语言不通 是吧 那么摇影和达空啊 在台湾 看到有外国的商船来了 外国的船只来了 是吧 那么他们很难断定 这些船只 到底是英国的军事舰支 还是商船 是吧 英国人有可能 是吧 这个军队是假扮成商船 那么因此他讲 凡有来者 必立为拒之 有来我就要有底据 他说这个清军的很难 望而置其为难民 说我怎么能够一看 我知道你是难民 而不是英国的军队 假扮的 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是吧 那么因此清政府 就表示 不能够答应英国的要求 是吧 不能够逞出 摇影和达空啊 那么但是在英国 反复交涉的情况之下 滴滴不休 反复交涉 那么像齐英 伊礼布 这些人 就担心呢 如果对摇影和达空啊 是吧 不做严肃的处理 不对他治罪 恐怕呢 会辞责生变 与大局大有关系 那么因此 齐英等人 那么就主张 对摇影和达空啊 要把他呢 压解到北京 来给予审讯 他们认为 不值得 因为这么一件事情 引起中外之间的 辅局的决裂 使得中英之间 再次爆发战争 那么清政府 这个时候 那么他也知道 说英国人所讲的 是吧 就是摇影达空啊 妄杀伤民 说不管这个事情 是真是假 虚实如何 说这个事情呢 是在中英议和之前 发生的 那么英国人 不能够以此为借口 就要求逞出 摇影和达空啊 是吧 他说 摇影和达空啊 在台湾 手遇有功 他们抵抗英国群政 是有功的 那么现在清政府 对他加以重罪 说断无是理 没有这个道理 那么清政府 虽然认识很清楚 是吧 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清政府 还是担心呢 如果这个事情不做 很快处理 会导致 中英之间的兵端再起 再次爆发战争 因此清政府 只得下令 把摇影和达空啊 挤到北京 是吧 那么对他进行治罪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清政府啊 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外国呀 那么交涉过程当中 确确实实具有 非常明显的这种 妥协的色彩 这是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那么清政府 在对外交涉过程当中 除了对外妥协之外 还表现出了一定的这种 自主性和抗争性 就是前面我讲到的 它的妥协性和抗争性 是同时共存的 那么下面我是讲一讲 这个清政府啊 这个抗争性 关于清政府 这个对外交涉当中的 妥协性 那么学界讲了很多 在这我没有必要再详细 再去讲了 那么但是对于清政府 在鸦片战争之后 这种抗争性 这种自主性 那么学界呢 很少讲到 下面我谈谈 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的看法 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过程当中 一方面具有这种妥协性 那么同时又具有抗争性 也就是说清政府 并不是时时事事 都在妥协退让 它也有所抗争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啊 那么清政府曾经严厉的 禁止外国的传教士 到中国的内地来传教 而且严格的禁止外国传支 到南京条约 规定的五个通商口案之外 进行贸易 英国人是吧 你的商船可以到五口 去通商贸易 这五个口之外 你的传支是不能够去的 那么去了这个其他地方 就属于走私违法的 那么1843年夏天 那么有几艘英国商船 违约呢 就到了直立 这个大谷口 还到了山东的 这个支付岛 那么支付岛呢 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个烟台 那么当时这些地方呢 并没有对外开放 不是通商口案 那么因此清政府 就为这件事情 多次召会 这个英国的公使 他们讲 说这个英国的商船 违约使向了非通商口案 要求英国的公使 要便于该国商船 各守签约 你要通知你所有国家的商船 要遵守已经签订的 南京条约 各守签约 严禁越界私贩 不能够超越这个界线 走私去贩卖 那么而且讲 这个英国人 不能够 于一定的码头之外 忘息贸易 以为成约 就是你不能够到 非通商口案去贸易 那么同时清政府 明确的 告诉沿海沿江的 总督巡抚 说如果以后 在非通商口案 看到了外国的船只 驶入到了非通商口案 说不论河国河船 查诏成约 将船货 一并入关 是什么呢 看到外国的船 到了非通商口案 不管它是哪个国家的船 是吧 也不管是商船 还是兵船 按照条约的规定 将船货一并入关 把那船扣起来 货物扣起来 扣押 没收 入关 那么倘若 如果外国船只 进行抵抗 不遵从 这个地方官员的 这种管理 那么就要召会 英国的公使 责令英国公使 把他这个 违约的商船交出来 那么由此可见 这个清政府 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是吧 那么对于有些问题 还是敢于坚持 自己的一些主张的 有他的一定的自主性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例子 下面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清军 不是就是个英军 那么他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他有一个规定 就是要等待清政府 对外赔款全部交清 五口全部通商之后 那么他们才从舟山撤军 那么这样的这个英军呢 到了1845年初 就决定要从舟山 来撤军了 那么英军在从舟山撤军之前 颁布了一个告示 发了一个告示 这告示就是这样讲 说如果英军从舟山撤军之后 那么清政府的官员 对于舟山的一些老百姓治罪 那么这些老百姓可以到英国领事这去控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英军在这个舟山驻扎的时候 会有些舟山的一些老百姓 从英军的进行来往 那么就会被我们国人视为是汉奸 他就说 如果清政府的官员对这些人治罪的话 那么就你们可以到英国领事这来控告 这个清政府的官员 那么这个事情很明显 是干涉中国内政 那么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清政府就明确表示 说如果中国官员无故的欺压百姓 那么中国自然会逞出 你英国人没有权利来干涉 是吧 说而且英国人提出来 是吧 要让中国人向英国领事去控告中国官员 说这一点条约当中没有 条约所无 说而且断然没有这么一个道理 命令本处的居民 是吧 向外国官员去控告自己的政府官员 是吧 他说 那么英国一旦交出了周山群岛 是吧 那么这些人民如果是再犯法 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利对他进行治罪 是吧 你英国没有权利来进行干涉 那么因此道光皇帝就命令 就是同英国谈判 交还这个周山的这个齐英 就命令他 在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 是吧 必须呢 要恪守成约 一定要遵守条约 条约当中怎么规定的 我们就怎么执行 是吧 要永远遵循 武德于条约之外 妄生他意 不能在条约之外 也有提出新的一些说法 那么从此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清政府 那么在同这个外国的交涉过程当中 是吧 那么确切实实反映出了一些自己的自主性 那么另外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英国人说 姚英达宏阿 是妄杀商人 要求对姚英和达宏阿是罪 那么清政府讲了 说在鸦片战争当中 我们的将士也死了很多人 我们的人民也死了很多人 那么中国政府能不能够 于试定之后 向该仪一一取长烟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向你 也要求补偿 要求你也对他们治罪呢 那么也是说 清政府官员 在这个时候 表现出了一定的维护国家主权 和民族尊严的这么一种气概 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但是 我们感到非常可惜的是什么呢 是清政府没有能够清楚的认识到 在中外交涉当中 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的维护国家的主权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 维护民族的这种尊严 就说他们 之所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 那么同外国进行交涉 表现出了一定的这种抗争性 之所以这样 主要是出于他们要维护封建主义 政治制度 维护封建的这种经济体系 维护中国传统文化 这么一种传统的 一种意识的需要 他是为了维护他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政治统治 那么正因如此 清政府在对外交涉过程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自主性抗争性 是吧 既不占主导地位 也没有能够坚持到底 没有能够坚持到底 那么即使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 那么清政府也没有把这种抗争性 真正的坚持到底 也说他的抗争性 还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清政府 那么在具体交涉过程当中 是吧 它既具有妥协性 又具有抗争性 那么通过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的对外态度 的确是有所变化的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就是清政府对外态度 那么有很多很大的变化 那么但是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有变化 但是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清政府在对外交涉的过程当中 有对外妥协退让 但是这个对外妥协退让 不是清政府的外交初衷 不是它的本意 而是清政府维持它的根本统治的 一个权宜之计 一个变通方法 权宜之计 那么清政府的主观愿望 是希望继续维持 中国这种天朝大国的 这么一个旧的格局 主观愿望是希望恢复中国 以往的那种中藩关系 一个天朝大国的这么一个格局 那么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清政府自身 制度是腐朽的 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励志是腐败的 军备是废持的 是吧 经济是落后的 那么这些原因 就使得清政府 原来所设想的这种内怀甚密 是吧 徐途控狱 使他这种主观愿望 就被窒息了 不可能真正达到他这种愿望 那么清朝统治阶级 对于战后局势 对于外国人的认识 包括清政府对外的交涉 他的指导思想 他的一些具体政策 我们看呢 往往表现出了很多这种矛盾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思想当中 既有正确的成分 也有虞误的方面 那么或者说 在正确的因素当中 往往伴随着 虞误的成分 是吧 那么最终 还是被虞误所淹没了 那么人们就会想 那么这种令人琢磨不定 扑朔迷离的现象 怎么理解呢 那么既有正确的东西 又有这种消极错误的东西 怎么理解呢 那么我认为 这种琢磨不定的现象 那么正是清政府 力图来维持 但是又很难维持 天真大国尊严 不愿意对外妥协 主观上不愿意对外妥协 但是客观上又不得不妥协 中国已经开始沦为 但是还远远没有完全沦为半殖民地 这么一种历史状况的反应 那么可以说是清政府 他种腐败无能本质的 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是吧 抗争性也好 那么妥协性也好 是清政府这种腐败无能本质的 两种不同的表现 那么我们看一看 中国近代史的 这个历史的过程 那么历史证明 清政府所提出来的外事无猜 暂时机密 那么确确实实被清政府贯彻到 整个外交活动当中 那么但是恰恰的什么呢 不是暂时机密 而是不断的对外妥协 不断的机密下去 那么直至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那么至于清政府所讲的 内怀甚密 徐图控狱 这个呢 更多的是清政府的一种主观愿望 是吧 那么看历史事实 那么清政府不但始终没有能够控制外国人 控制外国人 反而使中国呢 不断的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那么这是清政府这个外交方面 遭到了一个严重失败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三个问题 清政府对外交涉 它的这个实践 既具有这种妥协性 又具有抗争性 对于清政府这个外交问题 应该呢 做两个方面的分析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是不想在家里 说说这个 我计算是什么 一样的 我计算是书 我计算是一样 我计算是一样的